房车之家更加专业的房车自评大家好我是全熊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台车呢叫做光能号啊 这个有意思了 我们都知道作为一台房车在中国的使用环境当中啊 其实用电是一个比较大的痛点 因为我们要满足中国的一个长途旅行的需要 特别是要脱离营地去使用我们的房车 所以如果我们的电能够充足的话 那我们的房车旅行必然会舒适不少 或者说电是我们房车旅行的一个必要的前提保障 那这台车呢叫做卡居的光能号 所以电一定是它的特点 这台车呢是来自于山东的美景美加房车啊 他们家之前有一个叫做卡居500 应该说得到了市场非常好的一个反馈 有一句话这么说的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 老百姓说用的好这车呢才是真的好 那今天呢我觉得这车相当于是卡居500的升级版 因为它的名字其实是叫卡居600啊 又叫做光能号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车它的底盘和卡居500是不一样的 它是采用了庆龄50的一个KV600的底盘 那这个底盘它的一个最大的承载是8吨 整车的整杯质量是5吨 所以它的底盘的承重是真的不用去担心 应该说大承载给我们的安全是得到了不少的保障 它的发动机是采用了3.0T的涡轮自压柴油发动机 匹配了6AMT的自动变速箱 最大的功率是97千瓦 这台车的底盘在后桥加装了空气悬挂 以及氮气的减震 包括主副驾驶都有一个空气的减震 能给我们的乘坐或者是驾驶的舒适度提高一些 OK我们再回到车头的部分 看一下前面呢有一个前保险杠或者牛头杠 并且带有三个探照大灯 那这个呢给整个车的风格 应该说更加的硬汉了 整车的长度是5995 宽度是超过了2米5 高度是3米17 应该说对于一台轻卡房车来说 它的这个尺寸基本上已经快要赶上一个重卡房车了 2米5的一个宽度 可想而知它的内部纵向空间应该会大不少 说完底盘的一个大致的信息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重点啊 卡居光能耗 目前车顶上方的太阳灯板已经是完全舒展开了 舒展开之后进行拓展之后 它的太阳灯板能够达到3500瓦 我们的房车停在一个光照相对充足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的太阳灯板3500瓦每小时可以发两度电 就意味着我们的车停在这里边的空调冰箱啊 我们的正常的家用电器 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去使用 这台光能耗呢是采用了一个方舱的设计啊 整个的箱体这次升级还是比较大的 首先它的整个的厚度是达到了5.2公分 那外层呢是一个全铝的箱体 里边有一个很重的升级很大的升级 那就是它的断桥层采用了一个纤维板 相比较于之前的木板来说的话 有两点好处啊 第一个就是做的更加的轻量化了 第二个杜绝冷凝水的情况会更加的彻底 来看一下整个它的外部设施啊 首先是一个入户门 下方是电动踏板 这还给你配了一个密码锁 电子的啊 如果说你没带钥匙怎么办 没关系啊 记住密码就可以了 上车也更加的安全 下方是一个储入的空间 往我的右手边来看 这是一个出水口 可以接一根软管或者是一个淋浴花 在户外呢可以进行简单的冲洗 比较方便 尾部的地方是比较大的一贯通舱 大家能够看到里边的容积还是相当可以的 但是美容不足的地方是什么 高度稍微高了一点 来往下看 这是它的电气的一功能舱 同时在另外一侧啊 也有同样的设施 那目的是什么 有更好的比重的分配 而且啊 它们做的很细心是什么呢 底下都是用了铝板 那这样的铝板呢 因为能够更好的去散热啊 就这点非常的重要 车里上方呢 还有一个4.2米的这张棚 并且带有分威灯带啊 我们看一下尾部都有什么 首先是倒车雷达 倒车影像 以及电动的支撑腿 那这支腿呢 是一定要的 毕竟这么大家伙 停在那儿的话 稳定哈 一定是要的 尾部还有两个背包啊 储能力也是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并且带有一个摩托车的 一个升降的平台 这是一个小牛的电动车 据说呢 厂家给大家了一个优惠政策 就如果说是前50名订单的 这个车直接送 来到另外一侧 这是一个加水口 储物舱的另外一个舱门 两边都可以拿取东西啊 这是一个试电的接口 黑水箱 那说到电这块呢 要跟大家再多提一句啊 整车呢 是有一个12伏800安的 磷酸铁力电池 也就是说底盘 自带了一个20度的电池 同时还有一个 第二行车发电机 一小时可以充3.5度电 所以这车 不光是电能充足 同时它的充电的方式 也更加的多样化 它所有的两边的裙边呢 都是采用这种铝合金的材质啊 防止寡蹭的同时 也减轻了它的重量 OK来到车里边呢 我们先说一下 它的整个的坐姿啊 和我们开 比如说EV科啊 或者是T8这种 货底的房车是不一样的 它的整个的坐姿会更高 而且方向盘的角度 会更加的水平 有点类似于 我们开重卡的感觉 这个呢 如果说您是第一次 开这种类型的车的话 需要去试一段时间 但是它的整个的视野 还是比较开阔 同时采用了流媒体的后视镜 那整个中控台这一块 有这个中控的电子导航大屏 然后多功能方向盘 同时它还采用了电子刹车 以及电子驻车啊 这个是比较实用的 今天呢 早装的室外温度 达到了39摄氏度 地表的温度肯定也不止了 但是来到上中之后呢 体感非常的舒服 不仅仅是因为开了空调 更多的是因为啊 整车呢 它是采用了中央空调 均匀的给冷风进行的分布 比如说 额头床 惠客区 卫生间 还有卧室 都有冷风的出风口 所以这就对了嘛 房车房车 而且是一个轻卡房车 我们要用着舒服 住的舒服 对吧 OK来看一下 整车的布局啊 它是采用了法式的 这种偏浪漫的色调啊 额头床 惠客区 左手边是厨房 后面是卫生间 以及主卧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额头床 床的尺寸是长度2米17 宽度1米1 对一个成年人是比较OK的 但睡两个人就比较够呛了啊 两边是采光通风的窗户 整个内高 经过实测 大概是在65公分 来到厨房的位置 我们看一下 大概的一个设施啊 有微波炉 这边是储物空间 里边还放了一个电饭包 下方是大吸力的油烟机啊 再往下看 是有带有氛围灯带的 这么一个水槽 并且软管水龙筒也配备了 这是一个净水的装置 那说到水的话 跟大家说一下 这台车 它的清水箱是320升 它呢还有一个7升的电热水器啊 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极热的电热水器 短短的几分钟之内 我们就能够用到非常舒服的热水 这一点对于冬天使用 真的是太友好了 那旁边呢 还有一个内嵌式的美迪的电磁炉 来往下看 是组合式的橱柜啊 它的储物空间 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如果说你觉得 这个操作的面板不够大致的办 OK 这是常规操作了 这儿还有一个延伸的桌板 在额头床的下方是一个通舱啊 因为它是一个方舱的设计 以及开口是比较大的 比一般的都要大出了不少 其实是方便我们里外互通 也方便了我们的驾驶人员 或者是乘坐人员 更便捷的来到上装的部分 OK来看一下我们的会客区域 它是采用了私人对象卡座沙发的设计 整车呢是核载6人 说实话 这个卡座沙发坐起来的舒适度 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底下的坐垫很柔软 前面有一个桌板 这个桌板是一个快拆式的 不用的时候咱们拆掉就可以了啊 用的时候呢 打字办公吃饭聊天 OK喝茶都在这就可以了 两边呢都有电源的输出口 还有杯架 上方是四个吊柜啊 刚刚我有说到了 它的空调的出风口 是均匀分布的 来看一下 这边就有两个出风口 OK往后走啊 就到了卫生间的区域了 这个卫生间有意思啊 做了一个很不错的设计 我个人使用起来很舒服 原因很简单 它做了干湿的分离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干区啊 有洗面台盆 这边是一个化妆的浸棍 这是水龙头啊 下方还有TCL8公斤的洗衣机啊 这个洗衣服的能力 也是杠杠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市区打开门 市区里边有人呢 其实该有的都有了 什么独立的淋绿花洒 下方是一个固定式的马桶 包括排气扇 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啊 那就是这个卫生间里边 居然也给你装了 一个冷风的出风口 也就是说 你夏天在这样的一个 大热天里边洗澡的话 在卫生间一点都不热 当然拉臭臭也不热 OK来到车辆的尾部 我们看一下 有一个157升的 双开门的冰箱啊 整个冰箱的容积还是非常不错的 满足我们日常的使用 那肯定是妥妥的 那在它的旁边 上面是储物的柜子 下方的还有两个储物的空间 这空间的话 你可以把它当做是调料架 或者是你们家的酒柜都可以 OK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的横床 这个横床 目前它的高度啊 基本上已经到我屁股了 我的身高的是将近1米8 说实话 这个作为第一台车来说的话 需要去优化的地方 就是这呢 需要加一个小的台阶啊 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上床 床的尺寸 长度达到了2米17 和前面的额头床是一样的 宽度是1米3 所以是满足两个成年人 可以在这睡觉的 那里边的功能设施 我们看一下 在我的左手边 有两个大的衣柜 我的右手边 包括我的头的后方啊 都是一圈吊柜 那尾床的储物能力 是非常棒的啊 另外分飞灯带 包括电源的取电口 这些呢也都带了 这个干湿分离的卫生间 做的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过道的宽度 能够给你达到95公分 让里边的整个室内的空间感 变得更加的宽敞 这台车 如果说我们把它停在一个营地 或者是室外的话啊 室内的空调 我们调到26度 室外的温度呢 是29度 我们开一宿 我们就当是开12个小时 它的电能的消耗 大概是在5度电 那白天全负荷运行的时候 大概是每小时 消耗1度电 但是你要知道 整个的3500瓦的太阳灯板 在日照充足的条件之下 它一个小时能够充两度电 底盘还有20度电 想想看 还有行车发电 所以电能 你完全不用担心 你可以理解为 这台车 它的车上所有的用电 可以形成一个闭环使用 真的是非常的棒 一圈录下来之后 我们说一下 这台卡居600的光能耗 它的价格 49.98万 包含了所有你看到的这一切 甚至于后面的摩托车架 以及电动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勇者 李宗盛 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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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g